花114万买车 奥迪A8L55 开了4670公里 到底值不值呢 那么小伙伴 如果让你花100多万 你会选择奥迪A855原本吗 或者是没有开过 买过这款车的车主 你也可以在评论区 留下你宝贵的建议 其实奥迪这款车的品牌压力 肯定是不如同价位的宝马和奔驰的 但是这台车 它调教的底盘是最运动 操控是最好的 要比那俩强太多了 那么喜欢开车 有那种加速好一点的 有点动力的 看操控好 更加运动的 你会选择奥迪 但如果要接待用 商务用 要品牌压力 要面子 还是宝马骑系 奔驰他们更好 那么2023新款的奥迪A8 是基于MLB 平台物压打造的 整台车使用了大量的热身型钢 还有少量的镁和碳纤维的材质 那么车身强动 降低了之后 还增加的钢性 是非常不出的 有四缸 六缸和八缸 这个55版本 就是那个六缸 搭载的是 德国的明星发动机 高功率的 重置的 EA839 30T 无伦加发动机 你像这个 QQ8 大动作图瑞 保护载卡燕 卡燕 还有帕拉米拉 都使用这款发动机 而且标配了这个48分清魂 扭矩是500 马里斯340 动力很强劲 匹配了一个财符的 把IT变成像 那么 它这个车的市区呢 采用的是一个 市区的Quattro 大家都知道 但这个车用的是正经800的 正经800的 就是脱身式 基纯机械插热器 它用的并不是 那贯状纯机械插热器 有什么区别呢 你像奥迪A6他们 七挡深双链和变速箱 用的都是 冠状纯机械插热器 这个采用 财符8AT的 它用的都是这个 这个脱身式 机械插热器 它这个呢 更加的稳定一些 而且通过能力更好一些 层面更高一些 纯机械插热器 不需要电脑的接触吗 所以稳定性更好 通过也会更好一些 冠状纯机械插热器 是奥迪制主研发的 为啥呢 因为脱身式嘛 它这个版权 卖给这个风电之后呢 它就是没有 这个免费使用的 这个 这一块了 就是说 你想宣传这个东西 你必须拿拱过费 所以说它就自己 远发了 过程程度上去 但是它绝对是 没有通用式 那么好 那么稳定的 四驱能力 也没有那么强的 日常呢 前轮是40%的动力 后轮是60%的动力 也就是说 它更倾向于 后轮的一个驱动 极限入面 需要的时候 前轮最多可以 匹配70%的动力 后轮也可以 最多匹配80%的动力 也就是 这个奥迪四驱的 净水所在 所以说 通过性是特别好的 但是说 机械插入器呢 它这个也有一些缺点 就是不能够 百分之百的缩时 最大可以缩时 百分之八十 但是稳定性特别好 那么 它这款车呢 也有弊端 把以前的这个 主动转向系统给去掉 55版本可以选装 所以说挺不厚道的 那么有什么重作用呢 就车数 达到60公里以上的时候 前后轮同向拼转 提高转速的时候 更提高它的稳定性 那么车数低于60公里的时候 只要反向拼转 增加车厢的灵活性 那么前后都是独立涌挂 标配了涌挂 人高级条件空气涌挂 所以这款车呢 配置方各方面还是非常非常优秀的 喜欢操控的 你绝对可以选这个 奥迪A8L 今天跑高速的 它是非常优秀 非常棒的 底边四平八万 很好开的一款车了 那也没有开过 或者买过这款车的车主 对我说的 没有不同意见和心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转发 订阅点赞 拜拜